今日美国政府往往都会做一些单篇主义 我们是非常有意见的 因为我们是最支持自由贸易的其中一员 我们也是世贸成员之一 所以对有些提出会影响香港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据理力增 这些贸易和投资是护卫的 我们不是在美国拿很多好处 是护卫的 我们是美国全世界贸易顺差最高的经济体 香港现在有1300多间的美国公司 在香港设立地区的总部地区办事处和本地办事处 这些是香港和美国共同的利益 如果美国采取一些惩罚香港 或者影响香港的经济贸易投资环境的工作 它都会受损 所以就要大家互相来维护 这个互为共赢的状态